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Mina,今天呢我们是一个验房的视频 让我们来看一下尔湾光谱中心非常火热的巴塞罗那小区 4号和5号互行的第一期交房的标准是什么 那很有幸呢,我的两位客人都在这边订到了第一期的房源 那么Mina呢分别两天帮两位客人验了房 那么一会儿呢,在片尾的时候Mina会细细的介绍这个房子的细节所在 还有各种各样的设施 首先呢,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的成品房是怎么样的 那成品房呢,它有分为升级的和没有升级的 那升级呢,当然要去建商那一边做出选择 包括冰箱啊,洗衣机啊,都是可以跟建商进行购买的 我的这一位客人呢,他跟建商订了木制的百叶窗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的百叶窗已经做好了 那么如果没有跟建商订制窗帘的话 也可以自行雇窗帘工队来做 或者是如果是出租房的话也可以做一些便宜点的百叶窗哦 那这一边的镜子呢,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他们订的箱矿呢,方镜的时候现在没有存货了 所以他们临时的放的这个圆形的镜子在那儿 但是交房的时候呢,会换成方的镜子 那么Mina一会儿要检查的第二栋房子呢,是装好的镜矿 小伙伴们呢,可以看一下做参考 那这边的洗衣机呢,是跟建商购买的 那建商呢,已经贴心的为我们装好了 巴塞罗那呢,是一个铁门小区 距离尔湾的光谱中心十分的近 光谱中心呢,如果不知道的小伙伴可以查一下 那么光谱中心呢,有最好的购物街 还有很多的网红餐厅 还有一些小孩子玩耍的地方 那么是家庭啊,还有一些就是商业人士都非常喜欢的地方 那么这个铁门小区呢,它小区里面有泳池啊 还有会所等设施 那目前呢,一二三户型已经全部售禁了 四号和五号户型呢,是刚刚出到 第十二期,偶尔也就是第三期吧 目前呢,还是有房源在售的 可以看到远处的空地呢,就是未来的房源的地方 那么对于好的地块呢,当然是先到先选 所以如果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呢,要联系Mina Mina可以帮您去看房哦 那今天宴房的两位客人呢,定的都是五号户型 也是这边四房的户型 那这个户型呢,它的特别好的一个亮点呢 就是它的一个高顶的设置啊 还有厨房的这个开放式正对着小庭院 那它的采光呢,是很好的 那这一边呢,它的橱柜呢,是斜斜的在这边的 并且呢,冰箱也是大的那种双开的设计 巴塞罗娜的院子呢,都有种这种树啊 那这个树呢,一般两三年就会长得非常高了 如果看到Mina早期的视频,就是巴塞罗娜一号二号 样板房的视频,可以参考后院的树的高度啊 因为那两栋的户型是出的比较早的 那这一边的漆房呢,它这个树种的比较新 所以树暂时较矮 那后院呢,是可以选择自己做一个花架的 类似于阳光房的那种吧 可以做一个花架,作为小凉棚 下面呢,可以摆上户外的用餐桌 在这边吃饭,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毕竟这边的空气啊,还有气候都是非常依人的 好,现在呢,让我们一起去宴一下第二栋房屋啊 是同一期的房源Mina的另外一位客人购买的 那等一下呢,我会做更加详细 更加细节化的walkthrough带小伙伴在镜头上 跟我一起走一遍来宴这栋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真正的颜色是比这个还暖一些的 然后院子里的树都已经种好了 过两三年长高一点长到这儿就会好一些 就是基本隐私性就很好了 然后做窗帘的时候回头这都得做一下 这边电视它的那个cable线就是电线电话线全都接好了 上面一个然后下面一个电视直接挂就行了 它有两套这样的一套在客厅一套在主卧 然后这些的保修全部都是两年 窗户是终生的保修只要不换屋主 地毯是两年所有电器都是两年 这些门什么假如说是工厂的问题 全部都是终生保修 然后这边厨房的台面和后边的那个 就是贴砖都是升级过的 然后回头需要申请一个他们公司的账户 如果没看见的话就去那个拉枪找一下 跟着那个链接走申请一个账户 就能看到里面所有电器的那个使用说明书 保修书什么的 然后橱柜完成的也都很好 它是用这种比较现代的把手 挺厚的板子 然后空调它的那个功率还挺大的 这个 然后是六个炉头 这边呢是烤箱 烤箱是煤气的 这个房子过户以后七天 建商会把什么水电煤全关了 在那之前可以先用一下 然后在七天之内把名字过户就好了 然后这边都有那个GFCI 就是保护店里那个跳闸的那个东西 然后这个中导中间很多很多柜子 这边很多很多柜子 然后这里呢是洗碗机和微波炉 它这个洗碗机 就是都是名跑吧 然后这边呢是放那个玻璃水的 这边是放洗碗液的 防止那个玻璃水是防止有水渍的嘛 然后这边就是送的菜板和这些晾干碗的东西 然后它的这个盆是一个大的钢盆 就是比较宽的不是分开两种的那个 这样就是洗锅可能会好洗一些 然后这个窗户回到这块也得做个窗帘 做个百叶窗就好了 然后拉到这儿平时 这样下面有一些光进来 然后呢这里是这个厨房的储物间 一样的门把手 然后里面有电源 然后做了很多很多柜子 今天真的很硬的 然后这边呢就是留冰箱的位置 就是那种双开的冰箱 回头去best by一起买一套就好 没想要洗一洗什么的 然后它这个中导这一块呢 是可以放两个巴当进去的 然后这个位置呢就是餐厅 那个位置是客厅 客厅呢是有一点点高顶的 半个高顶 然后上面是桶灯 所有的桶灯全都装好了 然后中间的那个呢 是现在的消防器 就是洒水器 它为了美观 已经全部收到里边去了 然后院子 院子的那个水泥是铺好的 侧边呢有通到外面的门 这样的垃圾桶 平时可以这样拉出去 它这的这个空调设备呢 都是最先进的 然后就是可以连手机操控的 可以设置冷热 然后设置物理恒温 然后这个灯的开关也是 可以调明暗 那这两个呢都可以跟手机 或者是iPad连用手机操控 但是前提是家里必须要有网 然后这个客厅 这样可以看到二楼的那个 楼梯 然后一楼有一个房间 左边的房间 这是一个仓库 我有个客人他 出租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仓库 换了一个锁头 把自己东西全都塞在这 然后房子做出租 然后这边呢是车库 是这样的双车库 那个小门可以去后院的 然后这边呢 他会留一些油漆 然后砖 还有那个就是一些 这个房子的材料 在那个车库和厨房的 那个橱柜里面 这样就是如果用的话 到时候不用配漆 他这个powder room 楼下这个洗手间 是做的挺高级的 你看他这个淋浴的墙面 就贴的挺好看的 下面是下水 这是马桶 放手指的都已经弄好了 很细节 然后这边这个台面 然后他这个镜子都是箱块呢 就都算是升级吧 然后楼下的这个房间 上面空调的滤网 五个月的时候 建商会来免费给换一次 再之后就要自己换 就是去home depot 买滤网 找老沫换就好了 可能就是十几二十块 按尺寸买 这边最大的是 就这个房子最大的是 二十乘二十的 现在去二楼看一下 这个地毯的颜色 实物看起来要比我手机里 看起来再浅一些 跟这个墙的颜色 其实还挺配的 然后这个二楼 左转是主卧 右转是次卧 中间呢 就是从这边就可以看到 客厅 可以看到这个高顶的客厅 电视就是挂在那嘛 然后就看主卧 主卧同样 空调开关 这个明暗操作 主卧上面天花板是那样 叼进去的 然后窗户 那有一个排烟检查器 它这就是楼上一个 楼下一个 更衣室也有那个洒水器和空调 还有个小窗户 更衣室挺大的 剥的镜子也是相好块呢 就这一天下水啊 或者什么有问题啊 都可以缴建商 它这个维修工会把名片给我们 直接跟它申请 就是一个时间 他们就会派人来上来修 都是小区内的维修工 就直接找他们就好了 在这儿泡澡 这儿那白白蜡烛 白点吃的什么 就这个小窗台 我觉得挺挺好看 然后这边就是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带排烟 还有空调 很多这种小洗手间不带 就特别闷 它这边带 然后主卧的浴室 它这个tile是一直坐到顶的 淋浴房 然后那边是放那个洗手液的 什么的那个洗头 激发水什么的 然后这边可以坐 下边这个下水 坐的是 还挺艺术的 不是穿风那种下水 就是坐的都挺酒店风的 这个鸟楼上一个楼下一个 它是干什么的呢 是热水用的 就是你在楼上比如说要洗澡 你看这个 它的水热的就特别快 并且更加省水 如果你不按它的话 它也会热 但是没有这个按这个热那么快 而且会浪费一些水 因为它热水出来的时候 要把冷水冲掉嘛 所以它现在就是为了节约水 就是楼上 它楼下厨房也有一个这样的按钮 就是为了节约水的 然后主卧地面都是这种地砖 当时我们选的这个颜色 然后可以接出 然后它每个房间的那个电 接电的东西啊 你看这个是一个眼朝上的 这个是两个眼朝上的 每个房间都有一个一个眼朝上的 就是这种反方向的 那这个上面的这个 你是可以在这插地灯 插完地灯呢 房间的那个门口的这个开关 这个开关 就可以操纵那个地灯明暗 就一进门按这个就行 因为老美它没有像我们就是在这装顶灯嘛 他们就每个房间会设置一个这样反向的 OLED 然后用门口的开关来操控 每个房间都有 我们看一下次物 你看这个也有在这里 这个是二楼的带小阳台的那个次物 我觉得这个小阳台特别的有公主气息哈 也虽然阳台不大但是还是挺亮的 可以走出来 虽然挺窄的还能站在外面 然后看一下 那边还在盖 那这一排呢都是 这一期的房子 然后街边可以停车 那那是应该是走这条路 然后车库在下面这样拐进来 然后那边是个公园 小区的入口呢是这边 好进去吧 每个房间都至少有四个桶灯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带衣帽间的 刚才那个是衣帽厨嘛 然后这个房间就没有阳台了 这个就只是一个窗户 正对着外面的邻居 那下面就是车库的行车道 然后就是这些小窗 回头装窗帘这些小窗都要装 不然那个邻居会看的话 那床都是这样摆的 一两个窗户是这样的话 那床就是中间 然后这个房间也有 那后面都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叫什么 就是门跟墙中间的那个行间 然后全都是每个房间 有这个可以操纵明暗的开关 连iPad 然后这两间卧室呢 是用这个洗手间的 这洗手间有省电的功能 就是灯我刚才已经都打开了 但它一段时间没人用 它会自己关上 这样就省电了 可能有些人没有关灯的习惯 这个就很好的解决了 这都是带那个GFCI的 就是比如说吹风功率带大 如果有危险的话 就自动调查 然后这个台面 还有中间 接的这个细节 然后它这个是孩子用的那一间镜子 是没有做金矿升级的 但是镜子也是很大 如果喜欢金矿的话 也可以回头自己找老墨贴一下就可以了 这边是挂毛巾的 很多柜子 小区里都有他们的plumber水管工 假如说有任何问题就用一用 就找他们 基本两年之内大小问题都会出来 就找他们修了就好了 但是看起来这个建商的那个完成的质量 比很多建商都要好 然后这一房间啊 就是这个浴缸啊 这块要自己买一个杆 然后挂个帘 然后挂个帘 因为他们是不给帘的 就直接去那个像Walmart BidenBud可以买个帘 然后挂一个帘就可以用了 这个洗衣房很多的柜子 这是柜子 这也是柜子 可以放被子枕头吧 应该是 然后洗衣房有一个可以手洗的位置 然后这边是借洗衣机 烘干肌的 借梅西阀门和下水的 这边是下水 那边是借梅西阀门冷热水 上面还有柜子 然后这边可以挂衣服的 就是那种蒸汽烘干 上面是放一些洗衣液什么的 把灯打开 有灯 空调和排风 然后它这一窝的门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窗 这样面对压抑 就会来吧 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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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吧